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剑 今天我们又来坦克战争模拟器了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 音音音的第三张战役 破碎德黑兰 诶 德黑兰不是在伊朗附近吗 二战时期音音音跟德意志 有在伊朗附近打过什么 重大战役吗 好像没有啊 哦 跟义呆利打的 啊不对 义呆利这个时间节点 应该已经不是同盟国了 而且这个游戏里面 也没有义呆利啊 对不对 那是跟谁打的呢 这个有点意思了啊 废话不多说 游戏开始 我倒要看看我们的对手是谁 张杰三 音音音 1943年7月 哦 大红色 好 又是假想战役 又开始了假想战役 现在的话呢 是英国在德黑兰地区 防御大红色的进攻 行吧 先来看一下科技术 哎呦 打大红色 那就简单了呀 首先把这个重型出出来 大红色 无论多少量特三色 打 啊 阴阴的重型 都是打不过的 对不对 大红色真的特三色 我一开始以为 在这个游戏里面 应该设置的特别的强 钢铁洪流 结果呢 塑料洪流 完全没法打 然后的话呢 再把自行火炮 给生出来 什么火焰炮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 来 这边的话呢 防空火炮 就不继续生了 这个自行防空火炮 没有什么用 还不如生什么呢 喷气式战斗机 啊 什么俯冲轰炸机 战斗轰炸机 战术轰炸机 运输机 最后这个 就非常的有灵性 这个翻译 叫做大满贯 啊 什么东西呢 我就不说了 行吧 废话不多说 游戏开始 第一张就是德黑兰 呦 防御战啊 一上来就搞这么大的难题吗 直接防御战 要撑三波 我怎么光听声音 不见画面啊 游戏卡住了吗 哎 醒醒 啊 醒了 我来看一下 这一波苏联的话呢 特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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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部特三四 完了 他们结束了 啊 他们没有什么打的了 直接什么呢 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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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整个就特别的重 我觉得这边 不止这个超重 好像还有点浪费了 不过不要紧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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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几乎又结束了 我们继续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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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没钱了 还剩下 应该还剩这么一点点钱啊 咱们好像用不了步兵 那怎么办呢 维修车 哎 这么一修 好 战斗结束了嘛 直接开打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 特三四 对战 英格兰的重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 结果 我们的重型 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嘛 你看 啊 打完这一波 维修一波 然后再打第二波 不就好了吗 这有什么难度啊 我原本也有呀 啊 我们这个游戏制作组 应该非常了解 什么钢铁红流 把这个特三四 设置成价格低 又好用的 性价比单位 结果打起来 你看我基本上 没损失什么东西 目前好像就损失了一辆 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我有损失吗 我好像 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失 哟 咔丘杀 啊 这个东西对我杀伤力有点大 不过好像我的坦克 就顶着过去了 看到没有 啊 就这么挺着 就把这个咔丘杀给干掉了 嗯 有什么难度吗 啊 这简直不要太轻松哦 打德意志的时候 德意志的坦克确实强 比所有国家的都强 啊 当然 除了比波兰弱一点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设置啊 因为 可能因为这个制作组 是波兰的缘故啊 波兰的坦克 在这个游戏里面是最强的 啊 这真的特别奇葩 行吗 但是打这个苏VI啊 我怕个锤子 对不对 我直接重型压上去 游戏就结束了 来 冲啊 啊 还敢给我上轻型 不要命了 哎 等一下 哦 这边单位是有点多 这边出了个什么东西啊 啊 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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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一堆轻型啊 没事了 没事 啊 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以为这边出了一堆重型什么的 吓我一跳 我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单位损失吧 除了维修车 对不对 好像我除了维修车 基本上就没有单位损失呀 那我为什么要出维修车呢 让坦克自己修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坦克也有一个自修功能 反正他们又打不动我们 哎呀 我浪费了 我就不应该出维修车的 哼 好 我也来感受一下 英格兰的重型坦克 哎 敌方在哪 哦 藏在这个小杉杉后面是吧 再见 好 啊 再去剿灭最右边这边的坦克 逃的还挺远啊 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边还踩了点仙人掌果实来吃 我试一下能不能 啊 狙他一枪 再见 精度不太行啊 这个精度好像不太行 呦 还敢打我 来看看我这护甲掉了多少 啊 我基本上就是感觉像是挠痒痒 对不对 被挠痒痒的感觉 好了游戏结束了 耶 不是你们这么废的吗 啊 怎么左边这边还没打完呢 再见 哎呀 没打中 啊 结束了 哎呦 不要太轻松 让我们来看一下神奇的战损比行吧 3 比 146 啊 传说 大红色的钢铁红 留在这个游戏里面 居然被设置成这样 惊苏落泪 为什么我笑得这么开心呢 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在用阴阴的缘故啊 等我用苏联的时候 我估计哭的心都有了 想死的心都有了 哎呀 结束了 这么多的中型 居然打不过这么几辆重型 啊 真的是没法打 行吧 来再来看一下科技术 其实科技术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升级的了 啊 这些东西就随便升一下吧 什么海盗坦克啊 啊 改良的运输卡车啊 火焰炮啊 其实 无所谓 对不对 随便升级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 太必要的事情 行了 来 第二张 阿拉克 呦 这张图居然有山 这个地形有点不一般 让我来看一看 先开个战术模式 哈 步兵挺多啊 这个步兵倒是让我的坦克会有点怕怕 对不对 毕竟一人一颗雷 我这坦克也差不多报废了 哟 这么多卡丘沙 那这一关我能明确的说一件事情 这一关防空火炮没法用 毕竟卡丘沙的射程比防空火炮要远 打苏联的话呢 你们会发现防空火炮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因为他们有卡丘沙嘛 对不对 防空火炮是防不住卡丘沙的 轻型轻型 哎 自行火炮 坦克兼机车 哎哟 有坦克兼机车呢 我就头大了呀 前面的这些什么重型啊 这些东西我们都好搞 但是坦克兼机车呢 是属实不好搞 先放两两重型 一辆超重 然后配上什么呢 配上我们的ATR 再配上我们的普通步兵 哎不对 这个地方不用配什么普通步兵啊 ATR就够了 对吧 ATR 来一波这个不坦协同 对不对 卡丘沙第一轮应该是轰不到这个位置的 毕竟有一只个山挡着 如果遇到卡丘沙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纵身战术 让他们一路越打越近 越打越近 越来越往后打 越来越往后打 对不对 对不对 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个战术就非常有用了 哦对了 等一下 想起来了 不是卡丘沙吗 喷气式战斗机 给我飞起来 行吧 啊 以高速的这个喷气式战斗机 冲下去干掉卡丘沙 毕竟卡丘沙的血量不高 然后继续增加步兵的数量 好了可以了 结束了 就这么打 我先来看一下坦克站这边 卡丘沙的话就不用看了 这卡丘沙 打我这些步兵 简直就是拿大炮来打蚊子 对不对 就只剩坦尖 哦还剩两辆重型 两辆KV1 那也就一般般嘛 啊无所谓嘛 我看一下我的飞机 飞到个什么成果飞机呢 飞哪去了 你飞这么远干什么 战场在这边 好好飞 这飞啥呢 卡丘沙打光了吗 啊还有一辆 行啊这个卡丘沙还有一辆 那打卡丘沙这边的话呢 其实战局还是不错的 漂亮 卡丘沙结束 战斗结束了 剩下的就是步兵战了 啊对不对 我山这边还有步兵 你们打完这边之后 还要面对我的飞机 干嘛呢 喷气式轰炸机啊 好贵的嘞 怎么就往山头上一撞就没了 哦还有个自行火炮 那无所谓 你们就慢慢打吧 我这边就慢慢欣赏着 你们这个步兵冲锋行吧 我们就慢慢的感受一下 慢慢的意义一下 这个游戏啊战斗啊就结束了 对不对 呀不过大红色的士兵是有点强啊 来让我让我也来一下 一个雷 两个雷 哎结束了 没有雷了 我该说什么呢 这两自行火炮是真的能跑 都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你没发现这个地方 对于你来说设计还很不利吗 对不对 你看你你把这个地方 炸出了个弹坑过来 别跑了 求你了 算我求你了 别跑了 我飞机呢 有没有飞机过来制裁 好飞机没有弹药了 有没有人来制裁一下他 我不想等这么久啊 他干嘛呢 自杀呀这是 啊 已经打出了两个黑色的弹坑了 又跑是不是 又跑到后面这个山 在这个地方再来个弹坑 这个三黑连珠啊 迷惑行为 我有点搞不懂这个自行火炮想干什么 他是想自尽嘛 然后发现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角度 你们倒是别在这个地方呆着了呀 冲一波呀 赶紧结束游戏呀 对不对 来我给你把这个 啊 粘性手雷拿出来 哎 我看到你了 他把自己给炸死了 这个傻子 哎 不是 他就这样真的把自己给炸死了 我都过来了 我好不容易就准备就要立一个战功了 拿到一个战功 这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反正没有人知道 我就说是我炸的 对不对 啊 反正这个东西啊 不会有人知道的 哎 哎